大家好 我是人影的Conny老师 今天我想和你念一首《童谣》 这首《童谣》是比较古老的 但是在广东话来说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有一些词只有广东话才有 不如我念一次给大家听好吗 下雨大 水浸街 阿哥担柴上街买 阿嫂教我瘦花鞋 花鞋花蜜花腰带 珍珠蝴蝶两边排 在《童谣》里面说 古代的时候那些广东人通常是如何生活的 很大雨的时候那些水去不及 街上有积水 广东人就叫水浸 水浸这个词只有广东话字有 以前人们没有我们那么幸福 可以一打开楼就可以煮饭 所以他们要上山斩柴下来 而鞋通常都会自己做 那些女孩子通常都会一针一线的练好鞋 在鞋的上面 他们通常都会瘦些花 瘦些喜欢自己的图案 所以他们就叫瘦花鞋了 不如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好吗 下雨大 下雨大 水浸街 阿哥担柴上街买 阿嫂教我瘦花鞋 花鞋花蜜花腰带 珍珠蝴蝶两边排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